你知道当年蒂奇为啥要一脚踢爆甲斗 让他只伸个脚吗 是为了证明自己才是最强冰王 错了 但是因为蒂奇演员井上正大 最喜欢的骑士便是甲斗 看到偶像太激动 没收住力打爆了脚 这要很合理吧 那么假面骑士之中 其他演员又喜欢哪些骑士 东大妈又是怎么给他们圆梦的呢 本期视频阿当就来带大伙细数一二 首先便是饰演蒂奇的井上正大 他曾在W与蒂奇的最终舞台中 表示过自己最喜欢的来打便是甲斗 好巧不巧的是 除了W与蒂奇联动剧场版 小明哥对甲斗着重招股外 听为里蒂奇首次变身的骑士也是甲斗 甚至在最终战的时候 小明哥还来了个回旋梯 变相致敬了他 而在蒂奇的全卡片里 小明哥最爱使用的也是Clock Up 这波属实是爱得有些深沉了 这么一想雷杰德变身甲斗时 特地给加速一个帅气的画面 怕不是也是在致敬的 至于在众多骑士最终驾驭卡片里 小明哥最喜欢的是哪个吗 他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 为了强度选择地奇最终驾驭 很符合阿党对大修卡首领的想象 有趣的是 小明哥本人在把玩品红地奇 全套玩具的时候 还曾表示过 自己想变埃克塞德的无敌玩墙 只可惜这些想象 全部都只停留在小明哥脑子里 并没有实现 反倒是雷杰德玩了个爽 如若今年小明哥真有外传的话 给人远个想变成无敌玩家的梦 这不过分吧 而要说喜欢假斗的演员 在假面骑士里实际上还有一位 那便是饰演创奇的犬死贵账 他曾在假面骑士平成时代永恒的 电影发布会现场表达过爱意 并且还表示对天道也非常的喜欢 只不过嘛 随道红东应不愿意请 创奇本身又没有前辈的元素在 可怜的犬死贵账 只能在剧场版才能圆梦 但他的好给友 却充分体现了 傻叫傻人又傻福 同样在平成时代永恒的 电影发布会现场 饰演万丈龙我的赤楚威儿 表示自己喜欢的骑士 是空我亚迪陀龙琴 这三个里面都是有龙元素的 而他所变身的假面骑士科洛兹 恰好便是个龙等等 这么一说的话 这科洛兹变身装备是新王龙 攻击必杀是东方龙的 原来并不是单纯为了帅 而是要分别致敬亚迪陀与龙琴啊 东应这波你在大气层 啥假面骑士师王 公费和偶像谈恋爱 难道说这就是专属于王的权利王 在假面骑士变身器的线下活动之中 试验长盘装武的奥野状 曾表示过自己最喜欢的 莱达变身器是Kiva 一是因为Kiva是他最喜欢的骑士 无论造型设计 还是独特的骑士题 都郑重下怀 二是因为Kiva变身器 随身附带了一个牙蝙蝠 能够说话的变身器 实在是太苦了 并且当时牙蝙蝠的配音 山田之河来到现场 小魔王也是异常的兴奋 那么为了原奥野状 喜欢Kiva的梦想 东应也是很懂 Kiva片不仅请回了原编剧名鬼 甚至还让庄无和偶像 来了场感情戏 啥 你说小杜没有回归 庄无的感情戏是井盖女皇 不是Kiva 咋 谁说异类Kiva不是Kiva的 而在同一场线下活动上 试验假面骑士01 飞电换人的高桥温赛 也说出了自己喜欢的骑士 因为帅气的英文 从而喜欢上骑士驱动器 小社长这理由还真是同位见 不过十年后 他所变身的假面骑士01 在变身台词上 与第七比可谓是 庆祝于蓝更加的帅气 想必他也会给这个时代的观众 留下深刻的印象吧 但是这么一想 着实永远难崩 货人喜欢蒂奇 结果东应反手就把他 挂在蒂奇21的领牌上 甚至品红群终记 还没有01的音效 东应你这不是败坏小明哥的名声吗 而要说东应最让人难崩的一次圆梦 还得是试验假面骑士 剑斩肥道连的附近回事 他在采访中 曾表示过自己喜欢假面骑士欧资 随后东应便给他 安排了次偶像同款结局 硬死暗酷怎么散的 连天灾就怎么没的 甚至界外者里 天灾变神骑士的套路 也是和欧资十周年如出欲辙 照这个路子来看 界外者完结之日 帕夫就是连生死盗窍之时 真正的假面骑士死忠粉是啥样的 大舞游中饰演左翔太郎的通山莲 他从小的梦想 便是成为假面骑士 一直鉴定到当年骑士的制作人都夸赞他 是面世的2000人中 最想成为Lyda的一位 而通山莲最喜欢的骑士 则是假面骑士Black 喜欢到啥程度呢 喜欢到当年拍摄完W的预告后 下半步回家 特地跑到了隔壁地球剧组 就为了见偶像南光太郎一面 甚至他单人变身的假面骑士Joker 也是致敬的Black 演员如此喜欢 动影自然也不会吝啬 于是乎 在假面骑士剧场版开武对招和时期 他们便给通山莲安排了场与偶像战斗的戏码 而这里与Joker共同战斗的巴龙 他实际上也算是圆了梦 因为演员本人喜欢的骑士是RX 但是道理我都懂 就是要演员亲手了结喜欢的骑士 动影你多少沾点腹黑成分在的 同样的情况 还有试验假面骑士勇者的赖虎力数 他最喜欢的骑士是王蛇 于是乎 动影便给他安排了个勇者单杀王蛇的戏码 不过这部外传中 真正惨的实际上是永梦 毕竟飞赛圆了梦 王蛇打得爽 只有他满脸挂菜 但动影也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在腹黑的 试验假面骑士持起不进职界的竹内两枕 最喜欢的赖打是555 他就没有手刃偶像 在假面骑士赛号剧场版之中 巧爷便得以回归 甚至在之后四号特别片里 巧爷还成了进职界的伙伴 共度难怪 一同对地 只不过看到最后 你还是能发现 动影还是那个动影 虽没有手刃偶像 但却见证了偶像的死亡 四号特别片是最后巧爷牺牲了自己 由于时间线恢复的原因 迟记还没有记住他 好消息见到了偶像 坏消息忘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还知道哪些假面骑士演员喜欢的角色呢 欢迎在评论区补充 最后按照惯例 我是阿当 咱们下期再见